翻開議事錄 從公益家的典藏作品中 看見排灣族的人物故事 2009年開館至今的萊一鄉原住民文物館 收集了建館13年來的珍貴藏品 從其中去延伸部落文化及排灣習俗 記憶等 編撰著特別的萊一鄉文物專書 這個專書發表呢 其實就是我們建館13年多來呢 有35件的藏品 那這個專書裡面就是把我們藏品歸類為五個項目 有的是人物的介紹 透過木雕的形式去刻畫我們 比如說公主 勇士 獵人這樣子的一個人物的介紹 來去介紹我們排灣族的一個身份角色的一個介紹 不少部落族人表示 這些專書所記錄的對象 很多是在地的公益師 也是另類的紀念他們的方式 另外透過這套專書 把原住民的文化 生活 禮俗都呈現出來 可以讓讀者深入 並輕易了解排灣族的傳統文化與精神 有一些是那個一故的公益師 然後有用那個專書紀念他們 身為在地人很感動這樣 我們的生活文化習俗還有就是我們的記憶 他們透過不同的作品去把我們文化 因為以前沒有文字 然後透過這個刻畫把這些的習俗 把這些人的一個身份地位 包括我們排灣族很特別的接續的制度 把他用作品保存下來 那我們這一次謝謝文化部的經費譯助 我們把這些作品編輯成書 讓大家它我們取名叫做意識錄 就是藝術的意 然後認識的事 然後一個目錄 讓大家透過這本書 可以透過這些的作品 去瞭解我們排灣族最基本的傳統文化的精神 目前典藏專書可透過藍衣鄉公所 藍衣鄉圖以及藍衣鄉原住民文物館索取番券 透過衣術及人物故事 瞭解蘑含其中的珍貴文化 看見排灣之美 記者不一定一樣正義 採訪報導 記者 李宗盛